今天回到國內來看到呢 今天還是史上最硬的教招上路了 首踢六百多名人員呢 一早就陸續到桃園市 盧竹區的山腳國小報道 當中不乏志願役 義務役 以及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有人是帶著七嫂呢 依依不捨的道別 但也有這個家屬 擔心的痛批說 現役軍員不好好訓練 卻要求這個被役軍員 加強戰備能力 根本是奔墨倒置 一把抱起小寶貝症的好捨不得 畢竟接下來又十四天 是完全見不到面 我退伍以來 真是算第一次教招 因為我那時候是當志願役 對對對 所以說現在回來 還是有一點小緊張 其實會想家啦 而且小孩剛出生 老婆現在肚子那一胎也快生了 被稱為史上最硬的心智教招 現在是改為一年一訓 而且為期十四天 首拼的就是在桃園的山腳國小 陸續報道 本次教育召集 貫徹就地動員 就地作戰的原則 在本營的守備地徑來展開 並且以保家 保箱 保產為目標 選員都是以戶籍地 後備官兵為主 在巡礼項目上和舊支教招相比 新支教招更偏重戰術位置的配合 不僅增加射擊時數 彈藥量 並且是直接前往戰術位置報道 但備受關注的就是 每日將行軍十公里 甚至結合野外速營 以及野炊課程等項目 要藉此驗證後勤能量 心情不是很好 不是說每天要行軍十公里 野營這件事情 讓我們壓力有點大嗎 我是怕我人死在山上而已 烏克蘭那些戰爭的 那如果真的戰事發生了之後 總是要有人去上戰場 操作一些武器 所以我覺得既然叫招到我們了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 做一個精實的訓練 現役的軍人都不好好的訓練 要求備役軍人加上備役的 那個戰備訓練的那個能力 會不會有點本末導致呢 有擔心的家屬是不仁戰備壓力 專家到了教招義男的身上 但也有退役多年的軍官 掩看兩岸情勢瞬息萬變 表示會全力配合國家政策 接著廖凱旋 呂建雲 桃園探訪報導